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华华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静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困难,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多谢大家先 今次我们讲一讲澳洲 澳洲的传染病专家 他们最近作了一个声明 觉得澳洲永远不可能实现群体免疫 这个我也有点不开心 其实澳洲的专家就说 澳大利亚的疫情将会成为一场未接种疫苗者的疫情 因为Delta变种的高感染率 令到实现群体免疫是不可能的 即是在接种了疫苗者当中 也是会有机会中这个Delta的 这是事实来的 这是事实来的 有66人 59个是未接种疫苗的 明白 其实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群体免疫呢 因为有班人死都不肯打 另外 只有7个是接种了疫苗的 目前在这个重症监护病房 或者是用呼吸机的感染者当中 没有人是完全接种了两剂疫苗 刚才说的那6个人 都是 不好意思 7个人都是打了一剂而已 世界各地报告的个案都是增加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这一场是未接种者的疫情 在美国一些地区的接种率是偏低的 未接种疫苗的人正在面临疫情新一轮的考验 而且也有可能引起大量的人离世的 专家就说 除了美国的例子之外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 我们也看到群体免疫的概念吗? 现在是不可能的了 你知道南澳大学生物统计学及流行病学系的主任 埃斯特曼他就说 哪有可能群体免疫呢? 现在基本不可能了 群体免疫要求大家从疫苗接种当中 获得这个免疫力 从感染新冠后康复中获得免疫力 例如好像英国那样 90%以上的人要摩就接种了疫苗 要摩就从新冠中康复 即是他们已经是大部分人有这个抗体了 即是那班康复的人 不过也不敢说群体免疫和英国那么高的疫苗接种率 在澳洲我们纯粹依靠疫苗接种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从新冠当中康复 澳洲现在只有20%的人不愿意接种 这个是个好消息 不过接种率实在太低了 而且速度实在太慢了 来自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教授 Gridor他都赞同这点 他就说 好像冰岛那样 对于Delta变种 没有办法达到群体免疫的 冰岛有93%16岁或以上的人口是接种了疫苗的 在过去30天 他们就录得2783个个案 这个也是自新冠流行以来最大的一轮疫情 对于冰岛来说是很厉害的了 冰岛只有30几万人 2000多人很厉害的 但是有样东西可喜可可的就是 过去30天冰岛是没有出现新冠离世的个案的 所以大规模接种疫苗 是可以提供疾病免疫 也可以提供群体免疫效应 并加强社区控制 但是没有可能做到完全的群体免疫 他刚才说明是群体免疫效应 所以这位教授就说 在未来十年 很可能我们会被多次感染 但是如果第一次感染是在接种状态之下 情况就会好很多了 就是走的人比较少 重症的人都比较少 这个是正常的 我们一直都说的 根据韦斯特韦德医学研究所的教授 Tony Callenham 其实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数据表明澳洲正面临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教训 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呢 就是不接种的那百分之十十五或者二十的人口当中 他们现在不可以依靠我们其他人来保护他们了 有些人是想縮數的 哎呀他都打了 我不用打了 這些根本就是瘋狂的 還有他就說 拜登是對的 現在正在成為一場未接種者的疫情 沒錯我覺得他覺得對 除了冰島之外 Kanninghan教授還說 新加坡最近一個研究也表示 接種了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人 感染後他們臂康裡的 Delta變種的載量 在診斷時是相近的 但是 這個研究也顯示 打完疫苗的患者 病毒的載量下降得更快 即是一開始 臂康裡都有這麼多Delta變種的載量 但是慢慢的載量就會下降 下降當然是來自那些 打了疫苗的人士 是的 教授還說 這項研究以及來自世界各地最新的實時數據都表明 要防止病毒的傳播可能是更加難的 即使接種了疫苗的人群也是如此 但是接種疫苗的目的就是 一直都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免受嚴重疾病 以及死亡還有長期新冠的影響 而且現在我們有可能要考慮兒童都要接種了 但是我們的最佳機會是令到盡可能多的人馬上去打疫苗 希望這樣會在集體層面得到減少 並且減少病毒的確散 隨著越來越多澳洲人在多個州爆發疫情期間得到Delta變種 問中可以接種三種疫苗有效性已經成為一個問號 英格蘭公共衛生局對大約14000個個案進行了分析 兩劑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在避免Delta變種 而令人民住院的有效率大概是92% 這與96%打過輝瑞疫苗的感染者避免入院的有效率其實是相當的 專家亦說將從下個月開始向澳洲人提供莫德納疫苗 很大程度上與輝瑞疫苗相同 根據墨爾本王家理工疫苗專家Kiley Quinn 阿坤教授 他就說 越來越清楚的數據顯示Delta變種確實降低了疫苗的效力 或者這樣說 是減少了受疫苗保護不被傳染新冠的人數 的確Delta變種改變了一切 疫苗對症狀出現的效力降低了 但是Delta變種的傳播依然是有力的 現在我們最重要打疫苗就是為了降低入院的人數 以及死亡的人數 如果你想了解疫苗的好處 很明顯 所有這些疫苗對Delta引起的重症住院和死亡 的確確是會減少的 疫苗對重症的保護率是關鍵的問題 因為缺乏群體免疫意味著所有澳洲人都會在某個時刻 遇到Delta變種 他就說 明確的訊息就是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地對待Delta變種 而我們用來對抗Delta變種的工具 除了封城之外最有用的當然只有疫苗 當然是 說得對 我亦都報一報今天澳洲的疫情 墨爾本根據維多利亞衛生廳的數據顯示 24個本地個案 伊濕哥和已知的疫情已經有關 18例在整個傳染期當中是處於隔離狀態的 與此同時墨爾本內北區Carton的一套住宅被封了 因為那就是疫情的新熱點 另外奧行Countas也宣佈將強制所有員工一定要接種新冠疫苗 是對的 是對的 對的沒錯 現在看到他們的調查報告顯示 90%的澳行員工都接種了最少一劑疫苗 做得好 在今天早上他們就發了一封信給全部員工 澳行就表態要強制疫苗接種 而且範圍在全部員工包括運營和行政人員 空中服務員和機場運營一線的工作人員 一定要在今年11月15日之前按照規定接種疫苗 其餘二萬名員工接種疫苗的截止日期 就是明年就是2022年3月31日 澳行的發言人說 公司將提供基於醫療原因的豁免 即是如果你有什麼身體原因不接種呢 他們是不會逼你接種的 合理 是的 有過往疾病而無法接種疫苗的人是可以豁免的 但是預計這部分的人非常少 都是的 對的對的 那說回吧 澳洲疫情最嚴重的新南威士州 今天個案就是633例 厲害 也有三個人走了 州長就警告 好 我們還未到最差的情況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唉 可能一千人都快來了 真心地說 希望我不中 那一名來自悉尼西南區 六十幾歲的男士 其實在Liverville Hospital 就過世了 他是本輪疫情第九位離世的人士 另外兩名七十幾歲的人士 也是來自悉尼西區的 現在已經有462名患者住院 包括青少年 其中77人在ICU 新南威士州至少六十個個案 是在社區傳染回來的 555例就是年輕人 哇 年輕人真的 都幾嚴重 不是開玩笑 另外達爾文 也是要封城三天 達爾文一向個案都比較少 所以 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有疫苗就打 就是這麼簡單 今次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